广东女职工生育除了产假 还有这个假 放80天 请点赞订阅 谢谢 原标题 广东女职工生育除了产假 还有这个假 放80天 来源 广州日报客户端依据广东省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 特别规定办法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 广东省的女职工生育符合法律法规和计划生育政策的 除享有98天产假待遇外 另享有80天的奖励假 然而 在广东一家电器公司工作的女职工中某 因为修生育奖励假 被公司以矿工为由开除 双方闹上法院后 涉案公司被判违法 应向中某支付产假 奖励假 不如假工资损失 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日前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 女职工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新闻发布会 会上通报了上述案例 法院提醒 女职工合法生育依法享有奖励假期 基本案情 女员工修生育奖励假 被开除中某于2012年12月17日入职某电器公司 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 电器公司向中某支付工资至2019年4月 中某于2019年5月8日顺产生寓意海 并于2019年5月5日至2019年8月10日期间修产假 2019年8月20日 电器公司以中某以连续矿工6天为由 向中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经查 中某曾于2019年8月1日向电器公司人事经理申请奖励假休假 双方发生纠纷后 中某请求电器公司向其支付产假 奖励假 哺乳期工资损失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仲裁支持了中某的请求 电器公司不服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公司违法需要赔偿 法院认为 广东省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 特别规定办法 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 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 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 按照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有关规定 享受奖励假 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第30条规定 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 女方享受80日的奖励假 在规定假期内照发工资 不影响福利待遇和全情评奖 本案中 中某合法生育 依法享有2019年8月11日至2019年10月29日期间80天奖励假 且已提前向电器公司申请奖励假休假 故电器公司以中某2019年8月12日至8月20日期间连续矿工6天唯有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 属违法解除 应依法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另外 应用人单位原因导致女职工三期待遇损失的 用人单位还应支付女职工原本在正常劳动关系下依法可获得的产假工资 奖励假工资和部分哺乳期工资 为此 判决电器公司向中某支付产假 奖励假 哺乳假工资损失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法院提醒 产假包括法定产假和地方奖励假两部分 奖励产假是地方政府对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的优惠政策 在规定假期内照发工资 不影响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 依据广东省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办法 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 广东省内的女职工生育符合法律法规和计划生育政策的 除享有98天产假待遇外 另享有80天的奖励假 对于符合享受奖励假的女职工 在奖励假期内 无需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 用人单位应正常发放该期间的工资待遇 用人单位不得降低其工资 予以辞退 与其解除劳动和聘用合同 感谢您的接触 将能完整这一条